第四集 绿灯 Green Lake 五集开始 重新制度的杰西 开着RV休闲车 来到一间加油站 为车子装满油后 却发现没有带钱 那该如何是好呢 只见他拿出一小包的冰毒 教唆好天真好傻的店员 胖妞与他进行交易 杰西性感的蓝色双眼 以及手上的蓝色诱惑 都把对方给迷得团团转 这时啊 一名警员进门买点东西 甚至排在了杰西后面 杰西却依旧淡定自若 继续用邪魅的笑容 让胖妞把冰毒收下 唉 杰西好不容易 从害死胜利的阴影走出来 而唯一让他接受 自己还活着的理由 便是承认自己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坏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坏人其实并不是他 说到男主啊 迈克在他家中安装了窃听器 结果录下了男主 与空姐吵架的全过程 空姐为了报复 故意搞上泰德老板 男主生气气 竟然冲到泰德老板的公司 说要找他理论 此刻的男主可以说是完全失控 本以为会逼出一个海森堡人格 不料他做出的行径 却荒唐至极 如本说的搬花瓶 砸泰德老板的办公室玻璃 这下就尴尬了 全公司的人跑出来看热闹 一旁的空姐啊 想必恨不得整个洞 转进去吧 最后 狼狈的男主 被保安人员给轰了出去 正想要冲回去公司时 迈克及时赶到 把他带到索尔的前面 他们之所以会如此 在意男主的一举一动 其实也是为了要确保 制度的秘密 不会东窗事发 诶 等等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空姐出轨一事呢 冷静下来的男主 智障重新上线 立马意识到家里的对话 被人窃听 结果一气之下 对索尔全打脚踢 终于把我们的迈克 一脸无奈 将两人扯开 果断地结束了这场闹剧 好吧 迈克接着 去拔到男主家中的 所有的窃听器 期间啊 男主还不忘讽刺一番 说好正直 好骄傲的行业呢 一直以来啊 迈克都是按照命令行事 不带任何的一点感情 不过临走前啊 他给了男主一个忠告 有时候被人在背后监视 并不是件坏事 事实上男主并不知道 如果不是迈克的介入 他早就被光头兄弟给砍死咯 顺道一提啊 这马路上的大镰刀画图 就是他们留下的 看来即使有了炸击书的协调 光头兄弟也不会乖乖听话 迟早会再次上门寻仇 回答故事 男主制度的事情 始终得不到老婆的原谅 被戴了绿帽 又不能找老王理论 结果搞得他情绪失控 连教科的心情都没有啦 再阳功咯 事后 学校校长前来关心男主的状态 而失去理智的他 竟然试图亲吻校长 一种校方老婆出轨的概念 让他看得直接尴尬爱发作 结果啊 男主当然是惨招拒绝咯 同时还被校方暂时隔职了 此刻 杰基在学校门口等待男主 话说啊 他重回毒网 并按照男主之前的教诲 制作出一批蓝色冰毒 因此希望男主能够当个介绍人 让他与杰基书见个面 制作蓝色冰毒 这是男主如今唯一上场做的事 结果却被杰西几乎完美的复制 那岂不是说明自己一无是处 男主又有一个生气气 不仅侮辱了杰西制出的冰毒 同时还攻击他的人格 说杰基书才不会跟隐君子合作呢 可想而知啊 九位见面的两人 最终又搞得不欢而散收场 与此同时 空姐在公司上班 经过早上男主上演的那场闹剧 整个公司大概都知道了 空姐与他的老板的坚情 纷纷向他投一鄙视的眼神 然而啊 空姐也没有再管这个的啦 他依旧持续着与太的老板的这段婚外情 并且从一夜情升级成了长期炮友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这段关系可以说是不带情感的 至少对空姐来说是这样啦 其中更多的是报复的心态 以及心中压抑情绪的释放 好了 故事来到汉克这一边 话说啊 他再次被派遣到墨西哥办事 经过上一回人头乌龟炸弹事件 汉克内心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只是碍于面子所以不能拒绝 他来到了机场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接到通知说 砖授中的蓝色病毒再次出现 最后 汉克选择了留下继续查案 墨西哥又去不成了 他最开心咯 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些重现江湖的小袋冰毒 其实是不久前 杰西分发给尹君子的 主要是为了测试质量够不够好 不过啊 都说了是尹君子嘛 他们早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什么毛也不记得 换句话说 汉克只不过是想要找个借口 逃避墨西哥罢了 随后 汉克继续摸索着不提眼的线索 最终来到了片头的加油站 真的不得不说啊 在查案方面 汉克的嗅觉还是挺灵敏的 在一轮的考温下 胖牛电源直接崩溃 沦陷 他终究啊 只是个对坏人世界充满好奇的乖宝宝 然而即便如此啊 汉克依旧什么毛也问不出 毕竟杰西一副大众脸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指认的 然而 黄天不负有信任 汉克临走前发现 加油站外有提款机 有提款机就有摄像头 那说不定就录下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啊 又经过了一番深入调查 汉克查出 摄像头拍到了一辆非常可疑的RV休闲车 于是 他精准地推测出 蓝色病毒的幕后主脑 正在使用RV车来进行野外制度 太神奇了 可惜啊 摄像头拍不到车牌 而这种车全国共有29辆 靠北哦 这在上司眼里看来啊 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线索 只有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才知道 汉克实际上离杰西不远哦 此刻的杰西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行踪 他找上了SOR 希望他能够帮忙约见扎吉苏 从一开始啊 SOR就只想着要男主重新制毒 殊不知如今 杰西也能够制作出蓝色病毒了 那是否意味着男主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或许啊 是性格相似 扎吉苏心里只有男主 对隐君子杰西根本就不屑一顾 直到迈克提到了重要的一点就是 杰西和男主已经分道养标了 听完 扎吉苏突然间改变主意 说愿意跟杰西做交易 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的最后 杰西终于如愿以偿 与扎吉苏进行交易 他把病毒交给扎吉苏手下 换来了一袋现金 具体来说 这是一半的现金 至于另一半嘛 这一天啊 男主在路上开车 突然就有人丢了一袋钱给他说 这是你的份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 原来啊 扎吉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让男主回归 那就是格山打牛 他先是收下了杰西的毒品 但却故意的把钱分成两份 如此一来啊 男主就始终无法脱离这个毒网系统 说到底一 杰西只是被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接下来啊 当杰西知道自己的另一份钱 去了男主那一边 讲必会气炸 而之后 男主又是否会因为这样 而重出江湖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解说的话 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